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军师们之外 最令人所津津乐道的 便要数纵横沙场的武将了 而今天要说的就是蜀国和魏国 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名武将 赵云和点为 假若让他们两个单挑 那么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众所周知 三国时期虎将辈出 而当时的民间也有打游诗约 一旅二赵三点为 四官五马六张飞 黄许孙泰 两下侯 二张徐旁 甘州魏 神枪张秀 宇文言 虽勇无奈 命太悲 三国二十四名将 大墨文秧 宇江维 虽然在民间的传说中 赵云的排名要高于点为 但实际上两人并没有交过手 但是在演绎中 点为却因为大肆的渲染与夸张 而变得十分厉害 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要考究两人的武艺 究竟高下如何 只能从三国演义来说 正是说的多是事迹 很难去做考究 而三国演义 无疑描绘的要细致的多 而且也基本有历史背景做考究 大多数人谈论三国的时候 也都是喜欢谈论三国演义里的内容 那么历史上的点为 究竟有多厉害呢 如果与赵云大战 又有多少胜算呢 以下便是个人的观点 第一 点为此人 生得十分魁梧 性子也是勇武中烈 据三国志记载 点为此人 行貌魁梧 屡历过人 有智杰任侠 而从史料记载 我们不难看出 点为此人十分的勇武 但是个人认为 历史上的点为 却远没有一履二兆三点为 说的那样武力高强 在历史上 点为在世时的最高官职 也不过是一个校尉 主要负责曹操的保卫工作 但是在演义中 点为也确实有许多突出的表现 备受曹氏历代君主尊敬 在演义中 点为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战绩 便是晚成救助 建阿二年 公元197年 曹操难征张秀 张秀当时已经开城投降了 但曹操却要强纳张秀之嫂为妾 张秀不堪受辱 在曹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发动了反叛 而点为为保护曹操安全撤离 率手下数十人奋力死战 据三国志记载 为战于门中贼不得入 为双斜两贼击杀之 与贼不赶钱 虽然后来点为战死了 但是点为的勇猛也确实令人惊叹 这场战争也不枉成就了他勇武中烈的名称 或许也正是其有这样的战绩 才让人觉得点为有多么厉害 第二 分析点为与赵云二人的战绩与实力 点为此人早年曾杀刘勇全家 直出闹事 数百追兵无人赶尽其身 后来又投奔张秀 又因为与人不合 手刃数十人而奔走 之后点为又投奔了曹操 在濮阳西寨 曹操被吕布 高顺 张辽等人四面围攻 曹操忘息而走 危急时刻 点为自告奋勇 待敌军近身之际 点为大呼乐起 飞洒短脊数十只 之后更是首提双脊 杀入敌阵 直取好蒙 宋献等四将性命 而点为除此之外 更有单挑曹操麾下大将许楚的战绩 点为当时提八十斤双脊 与许楚大战一天 毫无利切的表现 可见点为耐力之强 而上文又曾提到 点为此人十分的勇武 再加上点为十分有耐力 综合起来 点为的实力也不算太低 而且若是点为与赵云对阵 恐怕赵云赢的也不会那么容易 说了点为的战绩 下面就来说一下赵云的战绩 在盘河一战中 初出茅庐的赵云与大将文丑 对阵五十河而不分胜负 之后又与许楚大战三十河而不分胜负 在阳山之战中 又顺杀河北四庭柱中的高揽 三十回合战败张河 更是在长坂坡一战中 七进七出 仅用两河便打败许晃 最终全身而退 第三 若点为与赵云大战 二者可能对战百余河 但点为有可能落败 点为此人 我们现在对他的武力值 也大概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十分有耐力 身材雄武 力量惊人 属于典型的力量型武将 而赵云则善于用枪 身轻如燕 枪出如龙 若是二者大战 赵云或可用巧力化解蛮力 而点为也难以占到便宜 况且就算是点为的耐力很强 但是二者对比 最先耗尽体力的也必定是点为 因为赵云的耐力也同样不弱 毕竟赵云有长板坡七进七出的战绩 足可见赵云的实力 但是对比二者的武器 一个是八十斤的双击 一个却是不太重的枪 当然是赵云的武器更不消耗体力 对体力的要求也小得多 若是九战 点为的力气 自然要比赵云消耗得快 我们知道 在三国演义中 赵云最光辉的一战 就是发生在东汉建安13年的长板坡之战了 三国志也有记载 即先主为曹公所追 于当阳长板 其妻子难走 云申报弱子 即后主也 保护甘夫人 即后主母也 皆得免难 由此可见 赵云就刘善却有其事 而三国演义中 则要描绘得精彩得多 赵云听闻甘夫人和刘少主往南走了 于是便独自朝着南面奔去 找到刘善之后 带着年幼的刘善 直接杀入了曹军的腹地 曹军的数员大将 成千上万的兵马 都来围剿赵云 但是赵云却连斩了数员大将 吓得敌军不敢上前 曹操看后 忍不住夸赞道 吕布死后 天下再无此等战将 真乃天人也 还下令不得对赵云下杀手 想要收服赵云 由此可见 在曹操的眼里 只有那吕布 被他亲手所杀的吕布 能够和赵云相媲美 甚至连关羽他都没提 而曾经对他忠心耿耿 跟随他多年的典维又何曾得到过如此的评价 虽然典维和赵云没有交过手 但是从两场大战就能看出来 同样是护主 一个全身而退 另一个却战死沙场 有人说是曹操下令 不得对赵云下杀手 所以赵云才顺利的逃了出来 但是面对赵云这样的猛将 曹军大将真的有留守的余地吗 或者是被吓得不敢拼命 由此可知 三国时期曹魏麾下的典维 实力也不算太低 但是胜在武力过人 十分雄武 也算得上是曹操麾下 比较有实力的武将了 如果与赵云对战 或许需要百余回合 才可分出胜负 最终恐怕还是赵云占据上风 另外赵云一生之中 斩杀的有名有姓的大将 就数不胜数了 据不完全统计 赵云一共斩杀22名战将 不包括赵云在长板坡 斩杀的50余无名战将 其中比较厉害 比较有名的有高揽 屈翼 朱然 行道荣四人 剩下的都是无名之辈 如裴元绍 张武 夏侯恩 燕鸣等人 而点为杀死的 都是无名无姓的小兵 有一个将领 还是黄金军何宜的副元帅 你是如何看待点为的实力的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